天安 你看早期的書本的字是從右邊到左邊 從右邊到左邊 後來電腦八十年代吧 電腦網路 上行啊 變成左邊到右邊 打字方便變成從左邊到右邊 你看這個就是從左邊到右邊 那古代的書 比較早期的書 從右邊到左邊 英國五十八年 如果再加個五十年 就一百零八年 現在已經一百零八年 三月二三十號 一般的那個著作券 大概都五十年左右 可能還要再研究看看 網路上有很多那個沒有版權的書 可以參考古藤寶 古藤寶 古藤寶 歐洲人發明印刷術的古藤寶 德國人的古藤寶 網路搜尋古藤寶 就好多沒有版權的那個書籍的文章 變成文字檔可以用了 可以搜尋善書圖書館 要研究道教的經典 道帳的經典也很多 善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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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悠久 也沒有看到版權 你看早期的書 他定價十五塊錢 以前的錢比較大 大概跟現在中國大陸差不多 他乘以四倍還是五倍啊 這才是台灣的 讀者書店會不會是演變成讀者文哉 跟讀者文哉也有關係嗎 讀者書店 你看民國六十年 民國六十年初辦的 民國六十年初辦的快了 現在一百零八年了 如果一般都五十年的話 再過兩年 喪失半圈